字幕提供 各位好,今天我會教大家認識一件東西叫做Chrome Web Store Chrome Web Store就是任何一部電腦 只要你有一個Chrome browser都會用得到 很簡單,我就輸入 在網址輸入chome.google.com 然後你就會進入Chrome browser的頁面 然後就可以在線上應用程式商店按一按 然後就可以前往應用程式商店 就像平常我們在手機、Android Market、Apple Store等 用到的話都會是擴充功能和應用程式為主 很簡單,分一分 擴充功能就是本身的Chrome browser有的功能 或者本身的線上程式有的功能 例如Google Docs那些 然後再在上面添加多一些強化版的功能 那些就叫做擴充功能 比如說你按進去 你就會看到擴充功能 可能在Google Keep那裡加多些內容 Handouts那裡加多些東西 或者在一個很簡單的 Gmail顯示那裡告訴你有多少封郵件 還有一些Google的Google Docs Google Suite Google Slides 一些教學 都是可以找到的 這些叫擴充功能 然後按應用程式 應用程式 應用程式就是一些Chrome上裝的程式 裝完之後就可以透過Chrome開啟的程式 有些比較有名的 例如Georgiba 還有一些音樂的程式 例如Spotify 都可以在Chrome Web Store 裝到的 我在這裡就嘗試找一個 一個程式給大家看 假設我要找一個程式叫 Screencastify Screencastify 就是一個應用程式 我按進去 如果看過那些介紹 覺得這個不錯 適合我用 我就可以在這個位置 按叫它加到Chrome 你現在可以看到 我已經加到Chrome 有些沒有加到Chrome的程式 例如這些 你就要自己先按 我剛才這個加了 會去哪裏 在Chrome的搜尋 你會在網址旁邊 這裡有一欄 這一欄是快捷鍵 其實那個Screencastify 就是這個 這個程式 我是放進去的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Chrome Web Store 有空可以上去看看 有沒有東西適合你用 有沒有東西適合心水